市大運成為新市長柯P的燙手山魚 不過卻驚傳在這個時候 台北市體育局長楊忠和才上任不到一個月 就面臨市大運問題重重 加上還有弊案的問題 壓力太大 萌生了退役 而楊忠和在19號跟柯文哲面談之後 發表聲明決定要請辭 他也成為柯文哲任內第一位請辭的局處首長 陪著柯文哲視察市大運選手 村台北市體育局長楊忠和神情嚴肅 一步一驅跟在後頭 柯文哲在會議上動怒 楊忠和臉色也越來越難看 因此傳出楊忠和因為壓力過大萌生退役 而19號晚間楊忠和發出聲明正式請辭 那局長有表達了他對於這個辭職的這個想法 那也表示對最近這段事件 他做的一些工作有跟市長報告 那相關的說法呢 局長剛剛有透過新聞稿 對外正式說明 楊忠和請辭聲明系列上任來完成的任務 包括消除教育部中華奧會等單位 對市大運的旗艦 以及與教育部足球協會達成 使用人工草皮等共識 不過最重要的是 在最後留下這麼一段話 表示再度指長政務 是個人生涯規劃的一段意外 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 是該離開的時候了 所以他覺得他這段性任務告也有段落 所以他也表達了 他可能就像有一個休息的想法 那市長也充分理解 那也尊重這個局長的這個想法 柯文哲用人哲學 向來就是來者不拒去者不留 對於楊忠和請辭 柯文哲也表示充分理解 只是2017市大運腳步越來越近 已經少了第三副市長多島 體育局長的地補人選 恐怕是現在柯文哲棘首的問題之一 解釋說台北報導